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喝了饮水机中的水 出现了呕吐 继而出现了肛功能异常 第八天陷入昏迷 第十六天离世 那么在第十二天 嫌疑人林浩森交代了毒物的来源 那么在这些天 黄阳身上发生变化的现象 我们称之为毒物中毒 毒物中毒 它是指毒物进入机体后 产生毒性作用 使机体产生机能障碍 引起疾病或死亡的现象 叫毒物中毒 应该说中毒的话 毒物进入体内是中毒的前提 那么引起机能 障碍 甚至死亡 是中毒的结果 那我们从中毒的来源 中毒的影响因素 以及中毒的结果 来了解毒物中毒 应该说毒物中毒 它的来源非常多 通常引起症状比较迅速的 有这么三大类物质 比方说病原微生物 放射性物质 及危害性物质 那么病原微生物当中 像我们吃的 发霉的 花生当中的黄曲霉素 以及鸡蛋当中的沙门氏菌 都会引起中毒 那像我们说的 放射性毒物 辅导核电站 这些变异的蔬菜 那如果吃了之后呢 也会引起急性中毒 但这个呢 都不是我们公安毒物分析的范畴 那我们公安毒物讲的毒物的来源 主要是一些危害性物质 那它可以通过口服 注射 还有吸入等等方式进入体内 进入体内的毒物会引起一系列的中毒反应 产生中毒症状 我们来看一看 影响中毒的因素 影响中毒的因素 包括毒物性质 毒物数量 机体状态 以及作用于机体的方式 那通常 毒物可以分为剧毒 中毒 高毒 那么这个当然 毒性越大 越剧毒的物质 那引起中毒症状应该是越明显的 但是这种高毒和低毒 它对于不同的课题 比方说对人是低毒的 它可能对鱼虾是高毒的 因此 毒性也要对使用的对象加以区分 那第二个引起中毒的影响因素 也就是毒物的数量 那我们毒物的量分为这么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中毒量 一个叫做致死量 通常 使机体产生中毒的最小剂量 我们叫做中毒量 那超过中毒量 使机体产生中毒死亡的最小剂量 叫做致死量 那么致死量 大家可能会想 是不是达到致死量一定就会引起死亡呢 那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呢 也要考虑某些人会产生一些耐受性的问题 耐受性的产生使人体对某些药物的反应性降低 例如我们长期服用安眠药的人 他再使用这个剂量 不会引起死亡 那只有超过这个剂量 它才有一定的作用 那也就是说 耐受性的存在之后 那有些平常人达到致死量会引起死亡 有耐受性的人达到致死量他还活着 就这样一个状态 那当然 毒物中毒也和机体的状态有关 那一般来说 年龄 性别 体重 饮食情况 都影响着中毒症状 那胖的 难受 难的 难受 那弱小的 儿童什么的 以及胃排空的状态 那这种状态下 中毒症状会更加明显 那第四个影响中毒的就是作用机体的方式 那毒物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血液循环 那么这种毒物的影响作用就是最明显的 那因此 静脉注射是作用方式最快的一种中毒方式 那另外 如果一次性的 大量的吸入了这种毒物 它通常会引起急性动毒 短时间内我们就能看到中毒的症状 那如果说同样的剂量 同样的毒物 我们分批次 少量的给予机体 那么只有这个毒物达到了一定量之后 才会引起慢性的中毒 这个就是毒物的进入体内的方式来产生中毒的影响 那毒物中毒症状产生的结果通常会导致障碍死亡 其实呢 大伙没有那么多的感觉 可能就感觉 哎呀 头晕啊 呕吐啊 站不住啊 或者晕厥啊 抽搐啊 这是一些中毒症状 那如果说严重了 就会导致死亡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 其实有些疾病 也会产生这种类似中毒的症状 例如癫痫病 它可能也会发生抽搐 口吐白沫的情况 那我们在做毒物分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中毒和疾病这种症状的差别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